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突然到来 让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成经院士和他的团队继非典一战后再次出征 而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挑战 2003年博奥生物第一台生物芯片扫描疑问时 就在那一年 非典疫情爆发 从事生物芯片研究的成经主动请应 启动了SARS病毒检测基因芯片研发项目 仅用了七天 成经团队就研制出了中国首枚专用于SARS病毒检测的基因芯片 17年后 疫情再次袭来 与病毒赛跑呼吸道多病毒检测芯片的项目研发分秒必争 成经带领他的研究团队迅速确定技术方案 短短几天 成经和他的团队研发出全球首个六项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可以在1.5小时内检测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六种呼吸道病毒 试剂盒被迅速用于国内疫情防控前线 并被运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助力全球抗疫 四个月之后 更快更灵敏的全集成新冠病毒检测芯片研制成功 装有该系统的车载实验室也随之问世 它就是把我们普通实验室它的功能全部进行了集成 缩小 然后放到一个车上 应该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移动车载实验室 因为我听说这个移动检测车好像还保障了我们总台央视春晚的核酸检测 对 确实是 去年研制出来之后 很多单位都使用 那我们到车里面看看 这是采样机械手 它会从这个窗户把手背伸出去 采样完了以后 机械手放到这个灭活椅中 我们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们的芯片拿来 把灭活完了以后的样品加进去 然后把这个芯片 这是一键操作的 好的 那我们待会看看 好的 那报告出来了 你看这个是我们检测的两个基因片段 这两个片段都检测 都确认是阴性 那就是很好 就是他同时检测两种基因 就是这个病毒的两种基因片段 对 确定都没有 相当于是双重保险 对 双重保险 确定是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爆发以后 那这么快地能够检测到这个病毒 是不是也和你们当时2003年 对SARS病毒的研究有直接的相关 对 2003年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检测已知的病原体 但是我们检测不了未知的病原体 但是在那个之后 这个我们就建立了这个测序的平台 我们现在48小时之内 我们可以做三万两千种各种各样的卫生物 就致病的 比如说病毒 细菌 真菌和精神虫 当时的整个这套检测的系统和体系 已经建立起来了 对 所以我们桌面上现在放的就是 这个生物检测的这个芯片 就是这个碟片方式的 对吧 刚才我们在车上用的就是这个吧 对对对 这个是没有贴这个标 对 刚才那个呢 咱们看不见里面的内部构造 对 这个是裸片 所以这里面你看有很多这个V结构了 我们叫V流体的管道 里边其实都是那个一个一个非常微小的 非常微小的管道 流体 它要完成特定的这些操作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 从核酸的提取到反应到检测 一步一步有序的进行 所以到最后 你看这有好多这个小的孔 那每个孔里头它要做一个反应 除了我们要检测新冠病毒 我们还要有很多的对照 你那个结果才是可靠的 整个检测的灵敏度非常高 当时在美国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 草坪做了一个新闻发布 就美国做出来了15分钟 可以完成核酸检测的一个快捡产品 但是他没有讲这个产品的灵敏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 然后再跟美方去一比呢 发现其实他那个15分钟做不完 也要将近半个小时了 没有准确的快 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对 他那个灵敏度跟我们这个比 我们至少比它灵敏40倍 也就是说你要用它那些检测以后 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假阴性 假阴性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比如说明明我是带了新冠病毒的 然后你给我检测出来 我是个阴性 那我就大要大百地上街了 这也是当时可能 美国当时这个疫情 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住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吧 如果它大面积都在用这个产品的话 那肯定你控制不了了 如同一个微型实验室 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 生物芯片技术 将原来需要大量仪器 才能完成的实验 浓缩在了一张小小的芯片上 因为对医学诊断 新药开发 食品安全等领域都有巨大价值 成为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的重点 一枚只有指甲钙大小的芯片 藏有80多万个基因探针 能预测13大类 近150种疾病 曾经和团队不断用创新 在生物芯片领域 刻下了中国印记 数十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产品和服务 440余项全球范围的专利授权 实现中国在生物领域 向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 并开创中国高端精密生物分析仪器 出口发达国家的先例 我们知道像电子芯片这一块 我们现在面临卡脖子的问题 像生物芯片这一块 你觉得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像我们的芯片 从头到尾都自己研发 然后在全世界申请了 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这个实验纪录本 当时我在美国公司也工作过 跟它那完全是一样的 有记录人是谁 发明人是谁 目击证人是谁 全要签字 每一页上都有 这都是知识产权 对 你没有这些东西 对 就我一个人名字在商讨 法庭就不接受这个的 因为没有证人 我们是个国家中心 国家生物芯片研究中心 从一开始就是高的要求 要让我们注重资产权 所以到现在我们有 将近四百来项 专利在全球获得授权 所以有了这个码码和基础 跟别人才有对的交流的话语权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物芯片 还有没有其他的国家 对 使用我们的生物芯片 耳熔的基因是有种族差异的 所以当我们把中国做的这个 结果向全世界报道之后 我们美国的同行也看见了 所以他们也去跟我联系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可能 针对我白种人的耳熔基因的突变 然后为我们定制开发一款 而且可以 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了 跟美国迈阿密大学 完了之后英国人又看见了 曼特斯特大学 这个很大的这个临床医院 转化学中心 他们又引进过去 开始去做这个检测 像我们这个在泰国这些 他跟我们就很近了 他可以直接拿去去用 这就不仅仅是购买 这个你们的设备了 对吧 芯片设备都去了 那么跟微阵列芯片 配套的一些设备 我们研发 生产制造出来之后的话 现在已经卖到了美国 欧洲十多个国家 日本 韩国 这些发达国家 这个大概有数百家医院 2005年 舞蹈牵手观音 在春晚舞台的惊鸿一线 让许多观众记住了 演员精彩的表演 却很少有人会去探讨 他们耳聋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 在这21位舞蹈演员中 有18人都是小时候 注射了某种 胺基糖肝类抗生素后 基因发生突变 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2009年 成精团队推出全球首张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 只需要一滴足根血 就能测出新生儿 是否携带遗传性耳聋基因 这项精准医疗的标志性成果 已为近500万新生儿 开展了免费筛查 直接避免了近13万多新生儿 及其母系家庭 因错误用药而制农 为国家节约了600亿元 医疗开销 中国因此成为国际上 规模最大的 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国家 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引起强烈关注 除了像这种遗传性的耳聋以外 可能还有像糖氏筛查 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比如糖尿病等等 那么这些能不能 比如说通过生物芯片 提前检测出来 都可以 像我们现在也在做 我们叫软色体异常检测 那么它检测 覆盖三个常见的病症 第一个就是糖氏综合针 第二个是爱德华综合针 第三个是帕陀综合针 那么这些状况 就是疾病检测出来之后 孩子基本上都伴随 有智力的障碍 严重的时候 还有肢体的缺陷 这个是我们通过 电子生物芯片去做测序完成 那未来您有没有考虑过 可能您的生物芯片 有可能植入大脑 甚至真的像 比如说马斯克 做的这种脑机结合 实际上像我们这个掌柜里头 有一款芯片 那个就是我们 十多年前做的 神经网络芯片 十多年前就做了 就神经网络芯片 对 就是它是细胞芯片 我们定点地 把神经细胞放好 然后培养 它会相互长 就形成网络 然后你给它刺激 那个细胞细胞之间 它也交流 它是通过电的信号去交流 然后我们可以检测 它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像这样的这些芯片 这个我们把 刚才我说的 生物相容性考虑好 就可以往这个脑里头走了 或者说往体内走了 但是这个可能 也会引起 比如说对这种 科学伦理的担心 对 那作为科学家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说未来 人岂不是通过这种 脑机结合 变成这个机器人吗 这个是这样 就是从技术上来准备 我们主要考虑就是治疗 至于说你说正常的人 你给我接入这个 脑机接口 接入外面外部的信息 然后灌入 这个我觉得是 全世界科学家需要去讨论的 实际上我们的 生物芯片它的应用 应该不仅仅是 这个病毒检测吧 这个从大类来讲 这个医疗只是其中一个 然后制药 然后我们的这个环境监测 我们的这个公共安全 就是公安 这个检查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 这些食品安检 海关进出和检疫 这些都可以用的 包括农业玉种 那比如说我们航天啊 这方面 升空探测啊 对 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有应用 对 因为宇航员在太空 载轨的时候 它一 已经没有重力了 二 白昼不像我们在地球上 是有规律的 那么这两个主要的因素 存在的时候 它的身体会出现 什么样的情况 会不会出现 比如说像焦虑啊 抑郁啊 然后导致它的免疫系统 出问题 所以当时呢 这个航天就给我们提出来了 希望就是说载轨 对航天员 它的唾液 能够直接进行分析 所以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需求在先 我们研发了这样的芯片 这样的检测装置 在深圳做了一个 火星的模拟试验舱 六个月 封闭试验 这个我们整套的 这个设备也进去了 那我们中国的空间站上的 航天员能用上吗 能用上 所以生物芯片 其实应用的范围太广 非常广 对吧 对 上天入海 农田 对 你像我们国家的 水稻金主计划 就用了大量我们的 芯片的这个 服务 去育种 培育出最好的 这些植株 健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 在今年三月指出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为人民提供全方位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今天的中国卫生健康领域 正在实现 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基因诊断 生物芯片 免疫诊断 人类的高新技术 将带来检测和疾病诊断 革命性的变化 而在信息技术领域 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 武器 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让更便捷 更高效 更智慧的健康体验方式 将成为现实 在曾经的脑海中 未来医疗将前一道家庭 通过基因检测等先进技术和仪器 人们每天都能做体检 有问题马上调理 避免小问题发展成大毛病 医疗资源得以更合理地分配和使用 我就设想有一天 我们这种个人 比如说诊断和监测的 这样的一些数据 甚至能和医院来连通 对吧 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了 这些隐藏的疾病 然后我心里又想进一步 就做具体的诊断的话 可能直接就可以 把它上传到医生的电脑上 技术上来讲 我们全部实现了 应该是可以的 对吧 在我们国家中心 我们后面这个楼 有一个样板间 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 就是居家养老的样板间 这个样板间 我们把它的卫生间 重新做了设计 我说一定要把中国人的卫生间 做成真正的 卫生健康的卫生间 一家牢牢小小 你每天一进这个卫生间 早上 它把你的所有的参数 我们需要的就给你采下来 比如说大小便 自动采集 比如说我们的BMI 比如说血脂血糖胆固醇 下来了 这相当于是这个叫数字化 健康监测系统 就是基于数字化的智能 居家监控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第七次人口苦纱结果出来 中国这个老龄化 对吧 应该确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对 大量的这个老年人口 所以在健康这一块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其实之前也有人说 其实如果要是有大量的这种健康问题 能够提前发现 实际上你不就省了大笔的这个医疗费用 黄帝内经就已经有阐述了 上工不治已病 治未病 最好的医生是没有发生的疾病 提前干预 因为我听说今年你两会的 好像提案就跟这个有关 两会我反正是多次 就是结合咱们国家的国家战略 就健康中国建设 那么提出来 从卫病先防着手 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 14亿多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年 医疗开支是15000亿 非常庞大的开销 如果我们拿出 比如说1分之1 50分之1 用于预防 这个对国民健康的这个 改善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到2030年的时候 健康这个产业的规模 应该能占到16万亿 这样大的一个规模 那您觉得我们的这种 比如说在健康产业方面的 这种科技研发的实力 能跟得上这个产业的 发展的速度吗 我觉得从我们国家现状来看的话 这个研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现在的问题 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认为 两个地方 一 就是健康服务业 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 这个从大学的教育 到职业 我们现在缺 所以这么庞大的这个产业 没有人 它很难实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没有钱 也难实现 你看现在我们有的就是医保 我们没有健保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引入 比如说商业保险 进来做健康类的保险 为国家的这个医疗保险 做一个互补 那这样的话可能情况就会得到极大的改观 所以它是一个体系 不仅仅是比如说 靠我们的这个科学家研发这个大量的这个系统工程 健康设备就可以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吧 这绝非是一个技术的事情 但是您又当科学家又当企业家 哪一个挑战更大 对科学院来讲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的体力付出 因为我其他的我不觉得让我心里头很累 所以但是这个成果转化的话 我经常形容它是一辆车的两个轱辘 一个轱辘是技术创新 一个轱辘应该是我们的政策机制的创新 如果只有科研人员 我们在奋力做技术创新 而另外一个轱辘它配合度不到 那这个车没法前行 它搞不好甚至就是原地打转了 那这个会不会 比如因为经营管理可能要牵涉太多的精力 所以有可能会拖了这个科研创新的这个后腿 确实是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任何一个新的医疗产品出来 那物价需要我们每个省 每个自治区和每个自辖市 他们都得批 这个批的过程还挺漫长的 但是手续都是一样的 教的材料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去一个点 一个点去跑 那我就在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第一个地方 比如北京市 那么其他地方我们能不能够备个案 你直接就是说 看我这个地方跟北京不一样 因为生活水平不一样 它有地区差价 我根据地区差价 招补一下我这个订多少钱 那这样就快了 所以您不仅仅是市场方面的 这个经营管理方面的经历 其实还要在机制上 相当于也是要躺开一个路 对 我们国家的效率可以提得更高 让我们每个人有限的生命 都能够发出璀璨的光 别浪费了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是可以去好好想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对于中医的发展您觉得能起什么作用 我觉得它最大的作用就在于我们可以解决中医 长时间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数字化 量化和规范化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工程技术手段接入进去 我们有客观的生理的记录平台 和所有东西就全部被数字化了 这是咱们的相当于是一个分子实验室 是吧 这里边就是做分子分析了 对 去年咱们我记得因为中医药 也广泛地参与了新冠病毒的预防和治疗 那么这些药物在你们这里是不是都做了检测 对 我们把全国的方子 一共是125个方子 国家的三药三方 各省的民医的方子和各个医院的方子 全部汇总 汇总之后就上这个平台去做分析 完了之后它的进一步的解释就到这边了 你看这个横坐标 这就是125个方子 这是当时的政府 对 这个重坐标 每个一横条 这就是全世界已经知道的 各种病毒 一共是11个病毒的 它的这个我们叫信号通路 红色呢 就表明是说 它是我们要让它是高表达 蓝色呢就是低表达 纯蓝的 纯红的 这是比较好的 这个部分呢就是代表免疫差的 免疫差的我们要让它的基因表达起来 就让它免疫激活 所以这个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结果 就是书写 成论文 这是这个自然杂志的纸刊 这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刚刚三月份 我听说你们还在做一个这个分子版的本草纲目 那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可以用 别人也可以用我们的技术 做他们的原材料的分析 然后产生他们的方式 就相当于是分子版的大数据 大数据库 对 您当年是应这个清华百人计划 应邀回国的 对吧 对 对您来讲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吗 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到了美国之后 从这个工程师科学家 一直干到这个首席科学家 那么从研究到转化 这个全程已经走通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刚好又面临我们国家迅速的崛起 所以您当时就回来了 国家要想做这个事 当时这个很多大学都在招人 比如说复旦大学 协和 清华 正好那个时候也看了《全学生传》 叫中国的禅士导弹之父 经历非常相似 尽管时空不一样 有一次我跟我在美国的导师的对话 我当时就跟他聊到这个话题了 结果他一听完之后 他说 如果你想干这个 你得回你中国 我说为什么 他说很简单 欧洲的发展是这样 美国的发展是这样 波拉尔是美国 他说你们中国是这样 这是他当时原话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不是安排我去中国 华西医院去做个顾问吗 他说我跟我太太到了你们中国 就在你们北京 住在饭店 我们从我们住的这个房间的窗口 我们数了一下你们的高架起重机 15架 他说金啊 你知不知道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济 在快速增长的时候 你回去 才有可能借助经济 发展你的科技 所以这个谈话 还有触动 触你下了这个角色 然后第一年 这就是1996年 96年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 他给我讲了 我来美国都30多年 他是白人 英国人 他说只有每次 我回到英格兰的时候 他用英文说的 I feel I'm home again 我当时这个话对我 你又想起了千秋生的故事 对吧 因为我以为只有我们 黄总人去到那边 才有不良感觉 不想到他白人 他也有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值得我很好 就是这个 叫故土难离 就是这个仪器 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发的 这个木枕仪 那么这个木枕仪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成像装置 所以我们做这个的时候 然后眼睛靠近这个 取样框 眼睛的这个白金部分 通过我们上视 下视 左视 右视 每个角度拍一张照片 这个拍的照片 就进到我们这个计算机 计算机呢 它会对这些彩色的图片 自动地进行 图像的识别 通过这个我们的算法 自动地把 在眼白的什么部位 出现了一些什么符号 它代表着什么样的疾病 或者说这个亚健康的含义 跟你解释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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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